我們清廠票款事件 這一樣 這有一個清廠票款事件 這沒有人是羅莎食品股紐選公司 這沒有人是羅莎食品公司 一樣有開本票 本票開後 因為當時是委員律師去辦這些事 羅位呢 沒辦法 因為羅莎 沒有付錢 我們就沒有在前平均不給我 我來付款錢給你 所以當時有買一個債權憑證 當時執行名義是32萬 現在還有12萬沒有執行 所以在裡面有寫人說 聲明執行金額新台幣12萬元 即至民國98年2月20日起 至清廠日子按聯席6%計算之歷史 對我跟你們說 98年到這時候已經 111年10幾年了 是不是 這二生如果6%就70幾 因為我有連續 我有連續去請求 這個時效就中斷 就重新起算 就沒有時效消滅的問題 沒有歷史 歷史 歷史說 我到三天我就很高興 我未來就要季節幾乎 這叫善念 不是惡念 所以人要有善念 你要好好說 尤其 你這兄弟的財產 跟消滅的財產 鑽在你兄弟的名下 你也要光景 平等要給這些借款 這是本來天經地獄的事情 做人做事也是如此 感謝大家 誠信非常重要 我們比地政市理社長 現在要顧及我們屬於瓦箱客 容易研育理念生物科技 你不是要推動電動車 力能設施 那個是下個階段 你要循序漸進 我們以前的十大建設也一樣 十大建設跟我們直接就OK 沒有 分年分期去完成 這是每個人做事 我要循序漸進 和腳踏實體來完成 再度感謝大家 我們藍四角就是捷運藍四角站 有一個外牆出租 我剛才從來都有一些看板 包括侯友宜的看板 包括市議員的看板 都合體 合體 大家說 侯友宜要選 當然他要選 他是要不選本來 你看他的看板 全部都選候選人 所以大家參考看看 他們會抓不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人事件的事情 我們到底會抓不抓 我不知道 他會選二公二十多年 的總統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以前 我 差不多十幾年前 陳進生的時間之後 大家說 侯友宜是明日政治明星 是不是政治明星 大家去觀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